欢迎来到小洁的安心食堂 早洁猫年的安心食堂 哈啰欢迎来到小洁的安心食堂 趁现在朋友还没进来之前 小洁 стол橋把饭煮起来 小洁用了两杯米 加上兩杯 用三分之一的水進來 然後呢 在煮的時候 稍微把底部的米粒翻上來 不要讓它黏在鍋底 然後加入一小匙的油進來 這樣我們煮出來的米 就能刻刻分明 那現在呢 它已經滾了哦 滾了之後啊 我們可以把它轉小火 然後呢 燜煮八分鐘 我們先把它移到另外一個爐子上面去 小姐今天使用的啊 這個是那個Rainful的 二十一公分燉鍋 然後轉紋火就好囉 火不要太大 讓它慢慢利用熱氣循環的方式把飯煮熟 那因為我們兩杯米啊 所以我們定時八分鐘 哦 現在朋友都上線了齁 嘿 哈囉 家君 哈囉 李慧秋 陳安 齁齁 現在線上哦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囉 歡迎來到小潔的安心食堂 歡迎來到小潔的安心食堂 今天的直播呢 是與大臣安心機合作的 所以只要你是小潔的粉絲 就是加入小潔的粉絲團 按讚 分享本篇直播 分享本篇直播 然後呢 take兩個朋友 並且留言 快來抽獎哦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抽由大臣安心機提供的 將將 保冷袋 哦 一共有五個名額 那呢 那個 這個月啊 大臣不錯 他呢 除了保冷袋之外啊 還有一個 肌肉鬆的選擇 哦 所以 如果你很幸運 抽中的話 可以跟小潔說 你想要保冷袋呢 還是肌肉鬆 那我們今天啊 要用到的 大臣安心機的部分啊 是他的去骨雞腿肉 等我一下 我剛剛在弄那個 那個 等我一下 我去拿那個包裝 哦 忘了拿 我們大臣安心機呢 他是真空包 然後 來的時候啊 你去賣藏買的時候啊 他是冷藏的哦 哦 不是冷凍的 不像那個 進口肌肉 他是冷凍的 那因為小潔這個冷凍的原因啊 是因為 我要方便 保存 所以小潔把它放到 冷凍裡面去 那這個大臣安心機呢 他一包 裡面有300公克 哦 或是400公克 他不用再另外分裝了哦 他都幫我們秤得好好的 然後新鮮冷藏 哦 口感就像現在的 百分之百國產 哦 有需要的朋友呢 我們可以去大賣場找 大賣場 哦 類似像家樂福啊 呃 全聯沒有 呃 之類的 到時候呢 我在下面放連結好了 那這個呢 小潔先放到冰箱裡面去 現在送的寶冷袋是黃色的那種 不是哦 現在的寶冷袋呢 黃色的啊 是大臣鹿野土雞 哦 你回去了啊 Eddie 然後呢 我們大臣安心機的寶冷袋啊 是紅色的 紅色的寶冷袋呢 他是硬殼的哦 那我們黃色的啊 是軟殼的 哦 就跟我們行李箱的概念是一樣的 軟殼的 裝比較多 那硬殼的呢 他就 很尖 很尖 就是很 很 你出去買東西的時候啊 他比較 容易擺放 然後比較 就是 軟硬 各有好 就是他的那個 好 好優點 哦 所以就是 是這樣 那我先把這個放去冰箱裡面 哦 那我們今天啊 要介紹的雞 不是雞 雞肉 今天要介紹的料理呢 對 雅萍 對 都很好用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料理啊 是壽喜燒 壽喜燒呢 壽喜燒呢 一般我們都是在冬天吃到 對不對 所以呢 小潔今天要做的壽喜燒啊 出沒冬鵝啊哦 因為冬鵝啊 是冬天的時候才會出的啊 你就算下個月呢 也免夜可能找不到冬鵝啊 去到那個菜場 每個阿姨啊 都笑死 我說 什麼時候你要找冬鵝啊 然後呢 我們 先來 一邊煮 一邊講 這樣比較不會 耽誤大家 太多時間 那我們首先啊 要來 處理的啊 是我們的 蒟蒻 我們蒟蒻呢 在買回來的時候啊 如果我們沒有事先把它用熱水燙過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 一個不知道什麼 是鹼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個味道 所以呢 首先我們要先把蒟蒻 先把它 就是 用熱水 煮 煮一兩分鐘 去除它的一個就是 就是 味道 喔 看一下 欸 秀亞 秀亞你也有抽到我們的保冷袋對不對 只是小潔記不起來 你拿到的是黃色還是紅色的了 喔 然後啊 我們壽喜燒啊 它是一道 日本料理 喔 你到 就是 你到日本的時候啊 有時候會吃到日本的火鍋 但是 要特別吃到壽喜燒啊 就是導遊可能不會給你去 帶你去吃壽喜燒 因為壽喜燒呢 它的那個牛肉啊 用的都比較好 所以呢 你跟團啊 它可能不會帶你去吃壽喜燒喔 你可能自己自由心的時候 才吃到壽喜燒 那我們高雄很不錯喔 在不知道幾 十年前嗎 有一間叫陳花的 它呢 就是壽喜燒吃到飽 我跟你講 天天客滿 吃到你不要不要 那時候啊 我們第一次去吃的時候啊 就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它的湯這麼鹹啊 那不是火鍋嗎 喔 原來啊 人家壽喜燒啊 只是火鍋的一種 它是用醬料呢 下去做的火鍋 但是它不是喝湯喔 它只是火鍋的形式 但是它不是給你喝湯的 它是用裡面的醬汁呢 把這些食材給煮熟 所以你可能吃到後來的時候啊 雖然說吃到飽 可是事實上你到後來的時候啊 其實會有一點點膩 喔 後來咧 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我那時候帶醋進去 我也不知道欸 人有時候就是這樣消批煉有沒有 就是各種想吃牛肉 然後也要吃多 然後回去才在那邊齁 吃瓦卡麻豆的概念 沒有啦 那個都是已經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現在已經金盆洗手了 我現在都是吃多少 拿多少 我們現在等它水滾 喔 欸 朋友們都在吃飯了齁 上次有人問小潔 就是 比較晚煮飯齁 我說對啊 我們家吃飯比較 比較晚 所以呢 就是 嘿啊 這個時候才開始煮 喔 它叫了齁 我們剛剛煮的白飯啊 八分鐘到了 所以呢 小潔把它的火關掉 然後利用鍋子的餘溫啊 可以加熱 就是讓裡面熱循環 讓米飯更好吃 喔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再計時 就是十五分鐘 所以十五分鐘的讓它悶 那這個鍋啊 很可愛對不對 齁 我跟你說 這鍋啊 它也是髮廊材質喔 可是我剛拿到它的時候 很好笑 我根本 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對待它 我以為它跟一般不沾鍋一樣 因為髮廊啊 不是玻璃一樣嗎 對不對 我去把它呢 當成不沾鍋一樣 所以呢 我直接在裡面呢 煮紅茶 結果咧 掉色了齁 還好有救回來 很不難 它如果這個髮廊鍋呢 你遇到 遇到 就是卡顏色的時候 比如說卡到茶色的時候呢 你就 用 牙膏 然後沾 濕 噢噴水也可以 用柔軟的布 稍微濕點力 把它吐就對了齁 用柔 不是用那個 鋼絲龍喔 拜託不要用那個喔 然後呢 把它清一清 欸跟你講 它表面的那個 就是 茶色啊 就會給你清理的很乾淨 就會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喔 那我們現在呢 那個 把蒟蒻 水滾了 我們把蒟蒻放進去 比拿牙膏那一個 欸對 珊珊好 好顏色啊 然後還有朋友跟我建議啊 說下次呢 處理鍋子的時候啊 不要用到這麼好的牙膏 可是事實上啊 不就順手嗎 你哪裡 家裡有那個沒有很好的 又不是 又不是斜油 對不對 什麼 乳液啊 可是但是 也是謝謝朋友給小潔的建議 就是家裡面有比較不好的牙膏 家裡有比較不好 可以拿來刷鍋子 好 現在呢 我們煮大概 一到兩分鐘 讓那個蒟蒻啊 圓 就是上面的那個 就是一個 不好的味道 先幫它 去除 那等一下我們 放到火鍋裡面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一個 就是蒟蒻那個 是生生的味道 欸對 會比較 湯 那個醬汁會比較 好 現在一兩分鐘到囉 我們把火關掉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把那個蒟蒻啊 瀝出來 喔 然後呢 用冷水 喔 把它沖一下 喔 那我們蒟蒻啊 就處理好囉 喔 那我們蒟蒻啊 那現在呢 我們要來做我們的醬汁 喔 醬汁 哇 我這小超 我跟妳講 我最近啊 腦子啊 就是 不知道是當機還是怎樣 跑太快 常常看到那個東西呢 就忘記我要幹什麼 我要拿它幹什麼 這鍋子很可愛對不對 有夠水嗎 我跟妳講 那天有朋友在找喔 妳說小姐小姐 你們家的那個 消防按鈕怎麼不見了 我說什麼消防按鈕啊 妳是在問什麼消防按鈕啊 原來啊 她之前啊 小姐把它吊在後面 有沒有 然後呢 朋友啊 以為她是消防按鈕 然後呢 後來她知道原來她是個鍋子的之後 那天就問我說 小姐啊妳的消防按鈕哪裡啊 我跟妳講 在這裡啦 喔 欸 謝謝Elly 對 小蘇打清潔也OK喔 因為家裡如果有小 那個油垢的話 就是妳的鍋子上面有油垢 小蘇打也是很好用的喔 只是說小姐沒有用過 都聽人家說很好用 可是我沒有用過 欸 謝謝Elly 提醒小姐 那這個呢 鍋子啊 它不大 所以我們要用它來做什麼 我們要用它來煮醬汁 喔 我們壽喜燒很重要的啊 就是醬汁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先把它開火 用這麼小的鍋子啊 就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呢 是不沾的喔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東西放進去的時候啊 欸 還蠻好 蠻好操作的 其實就是 醬汁啊 我們也沒有給它 啃啃啃啃啊 所以是不是都很 對 OK的 對手掌大而已 沒錯 它就跟手掌大而已 欸 家軍都知道 超可愛的 拿這個啊 完全噴發少女心 喔 雖然小姐是阿桑 有沒有 我們呢 不要空燒 我們先直接加100cc的 喔 米酒 或是清酒 喔 先下去讓它 揮發那個酒精 有發現嗎 小姐拿到這個 我跟你講 我那個涼杯啊 被我們阿咪咪啊 它就是 最近很北棒 它很喜歡 站在我的那個 碗啊 杯子上面 然後呢 感覺沒有人在理它子的時候啊 它就會一蹬 然後那個碗啊 或是杯子 它就掉地上 所以呢 我最近大概少了三個碗 我不知道它 它是最近 哪裡學的新碗藝 弄死媽媽了 地板 阿鼻鼻都在地上走 我都很怕阿鼻鼻會 會受傷 然後 100cc的清酒 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加 100cc的味醂 喔 味醂裡面也有酒的成分喔 所以稍微讓它揮發 大概煮1到2分鐘 等它滾 小鍋子啊 在操作啊 你看它就非常的快 剛剛一下子就滾了對不對 那現在呢 小潔那個 味醂加進來之後啊 它邊邊啊 也開始在那個 有泡泡了喔 對 小潔這個是親子系列的 可以去品幸福 到時候小潔再放連結上來 我本來有放耶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FB都不讓我 就是儲存 後來呢 我就先把連結拿掉了 對 我這個是親子系列的 喔 很快對不對 很快就滾了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加入砂糖 兩大匙 然後呢 再加入我們的醬油 醬油用家裡面習慣的 就OK了 因為畢竟是家裡面的人在吃的嘛 所以呢 就是用家裡面習慣的口味 我們一樣 加100cc進來 有沒有看到那個鍋子喔 滾的跟什麼一樣 喔 真厲害 喔 我們現在就是把100cc的醬油呢 加進來了 那這個醬汁啊 我們沒有一次要把它 倒在那個鍋子裡面 是把它調整一個 就是家裡面喜歡口味 喔 來 來 來 那個怎麼講 來調整 那如果呢 你不喜歡吃太鹹 你可以加50cc 或是50cc的那個味醂 喔 你可以把它減半 或你不喜歡吃甜 喔 你就可以把糖 減掉喔 減半 都是OK的 你看 火現在要滾了喔 超快的 小鍋子啊 就是 沒在輸人喔 它也很拼喔 喔 喔 我們把湯汁呢 稍微攪拌一下 讓那個糖融化 然後酒精呢 揮發 欸對 親子廚房的那個Stella Stella媽媽 Stella 我要念它的名字 都要想一下喔 你就知道我來英文破破的 它也有穿這一系列的 我就覺得很可愛啊 所以我就上品信服去 黑白氣啦 然後 斑馬就來了 是斑馬嗎 對不對喔 現在有網路啊 就很方便 就是你想要的 然後可是你可以多問 多問朋友 或是你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問那個版主 或是小編 或是小助理 各種 它如果很慢回你喔 你可能就是要考慮一下囉 它如果很快回你 你覺得這個廠商啊 就是 就是 誠信度 你自己可以去感受的 那你再來去 去看 有沒有需要 購買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 煮勻了之後呢 我們啊 放到一邊 讓它涼 好 小鞋先喝一下水 哈 可以啦喔 好啦 我繼續 我繼續 我其實好想喝一下水 等我一下 我先喝一口水 超讚 然後呢 我們現在 蒟蒻 醬汁 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豆腐 豆腐呢 那怎麼說啊 它 它受洗燒呢 之前 在 德川 木斧時代啊 它是叫做 廚燒 哦 第一頭的豬啦 廚燒 用鐵 下去 烤肉 所以呢 我們豆腐啊 上面也要有一點點 就是 膠色 所以呢 我們準備的 板豆腐 先來煎它 今天用的這個呢 也是小鍋喔 哦 黃色的很可愛對不對 我們把它 開小火 好 我先把電風扇給它 移開 呵呵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呢 加適量的油 進來 陳萬七 你幫我拿一台電風扇過來 這電風扇頭被我弄短了 好香喔 很香嗎 很香嗎 快點你幫我拿一台電風扇來 哦 這個鍋子呢 它也是不沾鍋喔 對 它是玉紙燒的鍋子 可是因為它 它 它有點 哦 就是 一人份 感覺一人份 然後呢 我們家 我們家有四個人 所以呢 我到現在 還沒有 用它真正來做過 玉紙燒 你幫我壓下去 哦 讓鍋子稍微熱 那火呢 不要 轉太大 因為它這個 幫我壓下去一點點 不然你就吹在那邊 然後呢 這板豆腐啊 我們對切 幫我切最小的 最小的 對 然後阿布幫我收出去 這個板豆腐啊 我們就是 它本來是長這樣嘛 哦 我們把它就是 對切的厚度之後呢 把它放到這個鍋子裡面來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 厚厚的口感啊 你可以把它去掉 哦 哦 這裡有個缺角對不對 剛剛阿咪咪在這裡給我偷吃啊 哦 各種偷吃 我們讓它 燒一下 今天我們用到的肉類啊 是那個牛肉跟雞肉 哦 壽喜燒 一般大家知道的呢 它是用牛肉 就是比較好一點的牛肉 哦 下去 就是煮哦 就是他們 節慶的時候啊 或是 慶祝的時候啊 會吃 壽喜燒 那後來呢 後來做什麼 真的機器很差耶 那小潔今天呢 要用到的雞肉啊 不是沒有原因的哦 他們在 在之前的時候啊 就是得川 木斧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啊 是不吃牛的 哦 所以呢 他們不是吃素 就是吃 雞肉 所以呢 那個時候啊 那個 壽喜燒呢 它就叫做 雞素燒 哦 所以呢 小潔今天啊 要用雞肉跟牛肉 來做這道料理 其實啊 牛肉太貴了 我用點雞肉 都會有 家裡面人多 要精打細算一下哦 補充一下那個蛋白質都一樣 對不對 怎麼買到那個牛肉 那一盒不便宜耶 你要全部的人都吃到飽 哦 肯定是要有一些其他的那個 就是 食材啊 那吃菜 小朋友 肯定不願意的啊 所以呢 小潔就用了 雞肉 哦 那我今天用的雞肉呢 它是那個大臣的 去骨雞腿肉 哦 你退冰之後呢 它就這樣一塊 一共有兩塊 它這個一盒啊 裡面有四百公克 哦 相當的方便 那我們這個就沒有醃了 因為壽喜燒的醬汁啊 它本身就有鹹味 所以呢 我們退冰了之後啊 阿肥肥今天沒有入鏡 因為它呢 它被那個阿咪嚇到就是 阿咪最近就是一直打破玻璃 啊因為阿肥啊 都一直被它嚇到 所以它現在有點沒有膽 我 就是不要 不要 對 它今天有點怪怪的 又怪怪的了 哦 淑貞你有相關的阿肥肥哦 呵呵呵 那我們現在呢 稍微移動一下 鍋子 哦 讓它的那個 豆腐啊 底部燒上色 那這時候呢 我們先來弄我們的雞肉 哦 它表面很香哦 雞肉呢 這個阿 這個阿 把它多餘的水分擦乾 哦 因為我們放到鍋子裡面的時候呢 避免它黏鍋 所以呢 表面的水分阿擦乾 還有你要退到那個 就是不要冷藏之後阿 直接拿出來 對 剛剛飛過去的那個是阿咪 阿咪超調皮的 我跟妳講 阿咪超調皮的 它就是 又調皮又沒有膽 哦 好 我現在那個 差不多起來了喔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它又來了 各種 我要怎麼弄它比較好 這樣 喔 它有一個膠色喔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把它放到那個火鍋上面的時候阿 就會很漂亮 好 那我們豆腐的部分呢 也把它煎上色了 那這個時候阿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就是 切一下 哦 我們稍微把它關火了 因為一面有上膠色就好了 哦 不用到兩面 因為我們在看的 是看上面而已 會比較沒看 讓小姐吃 討一下 然後我們把豆腐呢 切成一入口大小 這個會燙 我也很怕會燙吧 好 就先這樣 這個呢 豆腐先放到旁邊來 那現在小姐呢 欸 魷魚 哈囉 對啊 今天我們吃火鍋喔 然後呢 我們現在拿一個鍋 我們要來處理我們的 壽喜燒了 哦 很有份量的 燉鍋 哦 這個燉鍋阿 就是 Franbo的 哦 我的 對 Franbo Rainful的系列 燉鍋 21公分 拿它啦 來做 壽喜燒阿 也很讚喔 欸 哈囉 媽媽 媽媽你上線啦 哇天啦 你吃飽了齁 呵呵呵 我現在在煮壽喜燒 小潔媽媽現在在線上 哈哈笑死我了 我等一下潔爸的話 不要怪我 因為我看到我媽會畏懼三分 哦 然後這鍋呢 它來的時候 它有四個這個喔 這個 這個 這個啦 這個是有什麼作用 我跟你講 我拿到 我拿到的時候呢 我第一個就把它丟掉了 因為我不知道它有作用 那後來呢 我才知道 原來它這個啊 是你 鍋子乾了之後 你是不是 它雖然是髮材質 但是它這個邊邊的部分啊 這個是鑄鐵喔 哦 如果呢 我們沒有讓它保持通風的話 它會生鏽的 哦 畢竟我們這個 就是Rainful的 26吋燉鍋 它是鑄鐵鍋 它只是 裡面是白色髮廊 它的外色是漂亮的 綠色髮廊 哦 所以呢 我們要保養它 不是說保養它 就是 存放它的時候呢 這個 哦 這個 這個不要丟掉喔 這個呢 可以讓它裡面有 有空氣 哦 對流 不是悶著 所以它這個邊邊的部分啊 就不會生鏽了 這不要丟掉啊 不要像我這樣講講 第一腳可以丟掉啊 現在呢 就一個人分兩顆 然後啊 那我們先 開火 這鍋呢 冷油 下鍋 哦 我們稍微放一些些的油進來 不用多 因為我們雞皮的部分啊 它本身就有油脂了 所以呢 我們放少許的油進來 讓它呢 在操作上的時候啊 比較方便 然後一般你在家裡面煮雞肉的時候啊 很容易黏鍋對不對 就是因為啊 我們從冰箱拿出來的時候啊 就放下去了 哦 它那個 它鍋子喔 冷到喔 我跟你說 這個雞肉呢 不要 從冷藏的時候 就拿出來 就直接放進去 你呢 稍微讓它回溫一下 然後啊 再放到鍋子裡面 煎 煎出它的油脂 我現在呢 稍微移一下 欸還是我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我就不用再移了 這樣就不用再移了 還是前面前前 硬要你們看有沒有 之前就是這個鍋很麻 不是很麻煩 就是 燈光的關係 它不容易看到裡面的內容物 所以呢 你們現在看得到 我現在煮的是什麼嗎 看得到雞肉本人啊 我們先讓它的那個 就是 雞油釋出 這樣我們在吃雞肉的時候啊 才不會有一個 油膩感 喔 會比較好吃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準備的那個 這個 喔 日本他們是用大蔥 可是台灣啊 找不到 上次呢 日本和牛的時候啊 日本的 就是 辦事員 他來找我們的 超市 也找不到大蔥 後來呢 他啊 就用大一點的那個 就是 蔥去取代 那如果啊 你買的到大 就是 蒜苗的話 也是OK的喔 其實蒜苗啊 長的 就跟大蔥很像 然後小潔呢 也喜歡 蒜苗的味道 所以我加蒜苗進去 喔 趁他那個 鍋子 有熱度的時候啊 把蒜苗呢 給煸一下 讓他的香氣出來 那我們蔥白的部分呢 也可以下去 喔 讓他的香味呢 更足 哈囉 喔 大家現在就是在吃飯了齁 那我們等他慢慢煮 小潔呢 先讓他 就是 邊邊 變成白色 我們再來翻動他 那這時候呢 我們來介紹個什麼好呢 我們呢 來介紹我們的蜂蜜 上次有人問小潔這個蜂蜜 喔 這個蜂蜜 他說呢 他找不到連結 我跟你講 他沒有連結 他目前沒有連結 為什麼 因為呢 也不是沒有連結 他目前是個粉絲團 你不是粉絲團 這是粉絲團嗎 他應該是個光網 就是呢 他是在那個 緬甸農莊士林店 然後你們可能到那個 士林捷運的時候啊 就看得到他的店面在那裡 如果你們經過的時候呢 有看到啊 幫小潔拍一張照片給我 因為我覺得那老闆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年輕啊 對 他會磨那個 琥珀 喔 他接觸的都是小潔以前沒有接觸的 我覺得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 一個就是 一個 一個人 然後呢 他們家的蜂蜜啊 是來自於天然雲的喔 野生蜂蜜喔 他的蜂蜜喔 是油牧民族對不對 緬甸他都沒有開發對不對 我跟你說 他的魚人一大片喔 那蜜蜂青菜炊了 就很多蜂蜜喔 跟我們一般就是我們 不太會形容耶 我上次有跟大家說他的那個 的味道就是 就是 除了我們一般聞到的那個蜜之外 他有一種花香 我覺得還不錯 把他呢 加一些些 跟 我們的 百香果 喔 做結合 小潔覺得很好喝喔 超香的 百香果 不要太多 因為他很酸耶 然後我們的蜂蜜呢 加一些些進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蜂蜜 他旁邊有這個白白的泡泡 喔 白白的泡泡 我那時候啊就很想說 慘啊 這不是我那個用蜜 在剪 結果也沒有啊 我也沒有用蜜剪 我這樣倒而已啊 這樣倒是不是裡面 發霉成功啊 結果我就去問老闆喔 老闆說不是 那個就是 野生蜂蜜 品質好的 特徵 喔 有沒有 小小的泡泡 一點點的泡泡 沒有很多 喔 所以呢 我們加一些些進來 適量 調整那個 飲料的風味 對 增加他的 就是 甜度的攝取 然後啊 我跟你講 用筷子拉拉 打不會散 他那個就是 下面都是結晶 所以呢 我想到 我這杯子可以shake 啦齁 給你到底在那裡 拉整包 結果蜂蜜都沉在下面 浮上來 喔 這樣呢 我們好喝的 百香果蜂蜜就完成了 嘿 Stella 你上線了你 呵呵呵 剛剛有朋友說啦 說我身上穿的這一件啦 跟你們家的很像喔 喔 小潔是個學人精 呵呵呵 嗯 果然好喝 咬到那個百香果蜜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那個雞肉啊 喔 翻過來了 做小潔是個享受嗎 哈哈哈哈 不要漏空唷 脂皮不要黏掉唷 喔 好想吃 沒黏掉 哈哈哈 它這個鍋鏟很好 它這個下面呢是做尖 就是有點弧形的 哦有沒有看到弧形嗎 所以呢我們在吐這個的時候啊 用吐的啦 可以類似像我們 就是不鏽鋼的那個鍋鏟 雖然它是木頭做的 但是它可以整個吐起來哦 有沒有 沒有黏鍋哦 果然冷藏拿出來的雞肉 就是要等到它 就是回溫一下 再放到鍋子裡面 才不會黏鍋啦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雞肉呢 翻過來之後啊 稍微煎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它 就是拿出來了 拿出來幹嘛 拿出來切一切 這個蓋子呢 我們先放到邊邊來 這個蓋子呢 我們先放到邊邊來 多餘的油脂釋出而已哦 這是主要我們煎它的作用 然後呢 等一下 再來處理雞肉 因為我現在切它呢 它可能就是會 把我撈湯撈到整個哦 那我們要放牛肉之前呢 我們先來放我們的洋蔥 好我們現在來做 做我們鍋 就是 主要的部分了 洋蔥放進去 然後呢 牛肉 哦 家裡有吃牛肉的啦 肯定喜歡這一道 我們先可以先放一半進來 哦 炒給它就是 香 那另外一半呢 我們可以當就是 火鍋煮 翻面 嗯 你是說我雞肉翻面嗎 哈哈 是翻面翻得很漂亮嗎 呵呵呵呵 現在迷上各種翻面 自從上一集啊 煎餅翻得很漂亮之後啊 我想你們大概每次都會看到 我在裡面表演 翻面 呵呵呵 湯底 湯底 哦 湯底沒有耶 我們的湯底啊 是那個醬汁 哦 這個醬汁 就是米酒一把 醬油一把 然後呢 味淋一把 下去調整的醬汁 那如果你不想要吃太鹹 你可以再加100cc的柴魚燥湯進去 哦 讓它稀釋 我們呢把牛肉給炒 好香 好 等它還煎的時候呢 我們稍微來切一下我們的雞肉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要把我們雞肉啊放進去 裡面燒的 所以不用擔心它現在沒有熟 好 這個是湯底 哦 所以淑貞 你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牛肉炒 是要讓它做湯底的意思嗎 好像有點是這個意思耶 對啊 因為這個牛肉呢 它本身有個牛肉的 就是香氣跟甜味 混合那個 醬汁呢 做成 湯底 很香耶 現在不能忙著炒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呢 香菇還沒介紹 香菇呢 我們買來之後啊 把它這個下面的 地嗎 還是腳 把它下面的腳呢 去掉 這鍋呢 我先把它開小火 不然有時候 忙著忙著就又忘記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 畫線 我現在覺得要來教大家畫線 給我加一個好不好 我們呢 這個角度好了 哦 謝謝淑貞 我了解你的 我慢慢的了解你字面上的意思 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變成G音了 這個香菇呢 我們拿到了之後啊 我們要切成一個 像松葉的形狀 有點像米字 所以呢 我們先從中間畫一刀 哦 因為我比較笨 所以我習慣中間畫一刀 然後呢 從邊邊的地方呢 往中間畫一刀的地方切 哦 拿掉上面 你可以把這個丟到鍋子裡面煮 哦 都是可以的 變成湯底 然後另外一邊一樣 哦 往中間切 斜切 從斜切 然後跟中間線 哦 接齊 然後呢 一個 稠稠的 哦 就出現了 那這個我就把它切完 因為小潔這個刀子啊 剛剛切肌肉 現在切這個 哦 他也很忙 我也很忙 然後呢 邊邊再衝 斜切進來 斜切進來 哦 我們的十字就出來了 但是我們不是要十字哦 我們是要米字哦 哦 中間再切一刀 斜切進來 好笑了 等等一下好了 沒關係 讓它煮一下 因為小潔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哦 好 我們的米字就好了哦 是不是啊 然後呢 如果不要那麼大朵啊 我們就可以切成這樣 哦 有沒有像那個 那個叫做松葉嗎 是松葉嗎 總之呢 好像切反了 我好像切錯了 呵呵呵呵 是切這邊啊 是切這樣啦 我怎麼切不中呀 好笑了 哦 然後呢 現在啊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醬汁呢 先不能鋪醬汁 我們先來鋪我們的 就是鋪盤 先把這個呢 推到邊邊去 哦 這個牛肉呢 你不要怕它太老 因為它的油脂啊 非常的多 我們先來鋪什麼呢 我們來鋪我們的白菜 哦 小潔今天在那個 粉絲頁分享的是這個 科大他們家的 保鮮盒 厲害吧 整顆 白菜 切好放進來 這個2800 容量 超好用的 他們再也不用 骨肉分離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把它放上來 放適量 我也是買不到那個 日本白菜 結果我買了呢 是韓國 白菜 但是不是那個大白菜哦 我買的是韓國小白菜 哦 它這個呢 很軟 然後放進去煮的時候啊 可以增加它的 湯汁水分 然後 受洗燒呢 最重要就是 金針菇 金針菇也別漏掉 哦 小朋友最愛吃金針菇了 我們放一些進來 然後我們剛剛的 豆腐 還有我們的香菇 還有我們的香菇 我們的雞肉放進來 哎 除了雞肉哦 還有我的蒟蒻絲 那雞肉呢 擺進來 然後我們剛剛的蒟蒻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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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水噹噹 香菇啊 可以再多放一朵進來 好像太多了齁 應該還好 那我們的牛肉呢 再放一些些上來 剛剛這個是 生的牛肉 哎 熟的牛肉 那我們現在放一些些 生的牛肉進來 哦 增加它的那個 不同的香氣 這時候呢 我應該還沒有什麼東西 忘了加吧 哦 我們就可以來加我們的醬汁哦 醬汁啊 加進來 哦 哦 大概加適量 然後如果你擔心它太鹹的話呢 你可以再加一些些的 柴魚高湯進來 哦 這個柴魚啊 水滾了之後呢 放下去 哦水滾了之後 倒進去 柴魚 柴魚片 然後呢 關火 讓它 泡出味道 哦 我們加一大石進來 蓋上鍋蓋 轉大火 讓它燜足 嗯 利用熱循環的方式啊 讓那個壽喜燒裡面的食材 煮熟 讓小潔稍微收拾一下 哦 殘局 我習慣邊做邊收 哦 畫面看起來會比較好看 等它一下哦 哦 小潔今天啦 除了煮飯之外呢 還有另外準備烏龍麵 哦 哦 喜歡吃麵的香味姐呢 它一定很開心 它等下就 就到家了 那這個鍋呢 我們在收它的時候啊 先從這個 長的邊邊兩個 扣進來 哦 讓它對 然後呢 再從那個寬度的地方 壓進來 哦 哦 那這樣就不會糟糕啊 如果你反過來哦 先壓這兩個 結果這兩個就對不到了 呵呵呵 每次你壓很久 哦 很久 結果後來我發現一個訣竅 就是先壓這個 就是 頂邊跟底部 然後呢 我們再來壓 就是寬度 就比較好 好施力了 它這個 它這個啊 材質很輕 哦 是不鏽鋼的哦 所以呢 很輕 剛剛才講完 自己有什麼東西要壓的 呵呵呵 哦 醬汁哦 醬汁呢 就是我們用 米酒 100cc 或是清酒 哦 或是燒酒 各種酒哦 白色的 放進來裡面 煮滾 銅那個 味醂100cc 滾了之後呢 一兩分鐘 揮發它的酒精 之後啊 再加兩大匙的 砂糖 哦 進來 然後呢 再加 100cc的醬油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量太多 或是太鹹 我們可以把味醂 跟醬油的部分呢 調整到50cc 哦 或是就是 多加一些 柴魚高湯 或是清水 進來裡面稀釋 那我們 也可以用這個 哦 市售的小模仿 照燒醬 我覺得下去煮 也很讚哦 我昨天也是煮一次 我是煮 就是雞肉 炒菜 它的味道啊 就跟壽喜燒很像 因為它們元素都一樣 味淋 清酒 糖 醬油 哦 只是說你家裡面的醬油呢 每個人的品牌不一樣 你就用家裡面習慣的醬油 哦 鹹度 自己做調整 也是很不錯 你也可以用柴魚醬油 欸 謝謝美燕 哦 美燕 我覺得好熟哦 呵呵呵呵 可能就是 呃 漂亮的女生我都會有印象 呵呵呵 好 稍微開一下 為什麼要開一下呢 我們要稍微翻動一下食材 然後啊 讓它的那個 均勻吸附到那個醬汁 所以呢 要稍微翻動一下 哦 我跟你講 我就覺得我一定會忘記什麼東西 難怪我最近一定要喝蜂蜜 因為聽說蜂蜜啊 有辦法幫助老人 痴呆症 延緩 我最近真的記憶超差的 我跟你講 我忘了接受那個了啦 那個 紅蘿蔔 紅蘿蔔呢 很重要 因為它 它就是 點綴用的啊 哦 我們把它刻成小花 等一下我再來跟大家分享怎麼刻小花 每次講一講我就覺得 好像什麼事情沒有做 結果真的就是果不然 哦 小花忘了放了 哦 好笑了 這樣應該OK啦 再放一朵 哦 水噹噹 然後呢 稍微翻動一下食材 讓它呢 均勻吸附它的湯汁 這樣啊 我們在吃的時候啊 就不會 味道不均 好 好 好 我豆腐滴了 沒關係啦 它也想要泡一下澡 讓它等一下 再把蓋子蓋起來 哦 它裡面呢 利用熱循環啦 食材 的原汁原味都在裡頭 那我們胡蘿蔔買回來之後呢 我們呢 把它切成厚片 哦 一個一個厚片 然後呢 我們用壓花器 大一點的胡蘿蔔 我們就用大一點的壓花器 小一點 前面金金的部分呢 我們就用小一點的壓花器 然後呢 哦 如果呢我們只有用壓花器啊 壓出來是不是這樣平平的啊 哦沒有什麼立體感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來切花 有沒有 看起來就很漂亮 所以呢 接下來啊 小吉又要來示範 如何切花 這時候呢 先把我們的刀子 稍微擦一下 哦 因為我剛剛又切雞肉的 有點可怕 哦 這個花 我在這看應該看得清楚嗎 這樣嗎 哦 一樣 中心 就是 點 中心點的地方 往中心點的地方 哦 深切一刀 也不用深切 就是大概就是切一刀 然後呢 左右切進來 對準中心點的地方 切進來 右邊切完 切左邊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看得到嗎 不好意思 哦 然後我們把它完成 這樣 先中間切一刀 讓它對齊 哦 這樣我們切的時候呢 就不會歪歪的 哦 把那個邊邊角角的東西呢 可以放到小碗上面 那我們在吃的時候啊 丟進去裡面 哦 就不會浪費食材了 好 我們的小花就完成了 不是吧 好 我們先放在一邊 哦 它現在外面已經冒煙了哦 表示它裡面啊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等它一下 因為我們雞肉呢 比較厚 所以啊 需要煮的時間啊 要有一些 嗯 嗯 加了蜂蜜 果然不會死甜 好 稍微看一下 哦 有沒有 我們的壽喜燒 快要完 已經 算是完成了 因為它的雞肉呢 哦 已經那個 油紅轉白了 那牛肉肯定是熟的啦 因為牛肉呢 它使用的是火鍋肉片 所以稍微把它翻一下 哦 讓它均勻的 剛剛我們湯汁只有加一大匙對不對 可是它現在鍋子裡面的湯汁啊 就是這些蔬菜 哦 跟肉類 試出來的 原汁原味 超香的 那 可以 大概可以請我們的試吃員來囉 齁 超香的 來囉 來囉 我們轉一點小火 讓它那個 呃 他今天呢 又沒上學了 老師呢 每天早上打電話來 說 他 今天有要上學嗎 哈哈 沒辦法 他就是之前前一陣子啊 都睡不飽 所以呢 小潔也就是 就是縱容他呢 就是讓他睡飽一點 哦 那裡有碗嗎 拿一個白色的碗來 先拿一個白色的碗 哦 你等一下要來 打屁屁 有嗎 有白色的碗嗎 過來這邊 來站這邊 哦 我們呢 壽喜燒啊 一般呢 不是沾醬油吃 是要沾那個 蛋液 哦 我們把一顆蛋 新鮮的蛋哦 打散之後啊 好 這給你 然後呢 夾那個牛肉 沾這個吃 你幫我看看 會不會太鹹 不會太甜 可以夾下面 上面可能有點 有點 對 哦 嚇嚇看 嚇嚇看 會不會不夠鹹 好吃耶剛剛好 剛剛好 沒騙人嗎 沒有啊 沒騙人 它生的哦 它是 雞蛋是生的 好吃嗎 好吃啊 好吃它有飯 它還有一種吃法呢 就是 再淋一些些的醬汁 進去 哦 讓它鹹一些 你在那個 在那個 你就吃牛肉 很好 幸好我有煮雞肉 搞不好我都腰死 我都吃完了 那你要不要吃吃我們的雞肉 我都看看 雞肉 對 那雞肉 對今天哥哥試吃 因為妹妹還沒有回家 他那個公車比較晚 他八月底的時候要比賽 所以 教練呢 最近就是 毛起來 訓練他 昨天還全部有小朋友陪他跑步 因為就他一個人跑五千公公 就是跑五千對 比較累 所以每次回到家的時候 臉色都不是很好看 好吃嗎 雞肉 會不會不夠鹹 不會 哦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先在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這個 鍋裡面的食材呢 可以一直加進去 比如說你 白菜不夠啊 我們加白菜 那 豆 不是豆芽菜 那個 金針菇不夠 我們就加金針菇 一直加 那鹹度不夠 我們就咬一些些的那個醬汁進來 哦 吃到快完的時候呢 我們在用我們的 哦 那個烏龍麵 哦 進來 或是呢 白飯 然後呢 加 柴魚高湯進去 哦 煮一煮 然後 再撒一些些的 海苔絲 吃 這樣也是 很特別的吃法哦 就是 喜歡吃火鍋的朋友啊 千萬不要錯過 那今天呢 我們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哦 朋友們 我們下個星期二見 拜拜